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贼金 今天我用中规中矩的解说来介绍一位中规中矩的人物 1953年 鲍威尔出生于法律世家 其父亲是一名律师 大学毕业以后 鲍威尔曾加入里根竞选团队 1979年 鲍威尔获得乔治城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结束学业后的鲍威尔则转战华尔街 并在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要职 之后 一直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游走 在政经两届都积累了相当的人脉 鲍威尔和妻子丽莎相识于1980年代的早期 当时 鲍威尔的妹妹和丽莎合作 通过妹妹的介绍结合 32岁那年 低调不够言笑的鲍威尔 娶了这位哈佛才女 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二人的婚讯 鲍威尔夫人也是业界大拿 她的电视作品已经获得两项纽约地区安美奖 她是两部电影的制片人 现在 已经结婚30多年的鲍威尔夫妇 膝下有三个孩子 住在马里兰州门戈马里县 虽然鲍威尔和共和党关系亲密 而且自己也是共和党员 但是依然得到了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的青睐 她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进入了美联储 和历史上的美联储主席比起来 鲍威尔的年龄不算大 鲍威尔今年68岁 格林斯潘从61岁做到了80岁 上一任主席耶伦在2014年就任的时候 也已经68岁了 在72岁的时候任满 联邦储备系统 简称美联储 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 依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13年 联邦储备法案而创设 整个系统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联邦储备银行 3000家惠名银行 及三个资讯委员会 如果大家看各类新闻 很多报道都是说 鲍威尔是美联储历史上 第一位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主席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实际上 回顾一下美联储的历史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 美联储主席几乎没有让经济学家担任 他们都为银行家 金融家 律师 或者是职业政客出身 特别是美联储的第七任主席 伊扣斯 与鲍威尔有很多类似之处 不仅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 甚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 改变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 石油危机等 使得美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智障 即在出现通货膨胀的同时 经济却停滞不前 请注意 这个情况和现在有点类似 当时经济学家的论注 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而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 也慢慢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专属 人们逐渐相信 在经济萧条期 应该把重要的决定 交给训练有素且务实的专家手中 美国经济的指导思想 也辗转于凯恩斯学派 与货币学派 供应学派之间 自1970年开始 从阿瑟伯恩斯到保罗沃尔克 再到格林斯潘 伯南克 耶伦 美联储主席成为了经济学家的专属 耶伦拥有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摩南克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 鲍威尔的学历 在加入美联储的初期 就受到过质疑 不过他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他在加入美联储后 非常努力地学习经济学知识 常常收集一大堆论文和同事们讨论 鲍威尔虽然没有念过经济学博士 但在正前这件事上 却超越了历任美联储主席 一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私募股权行业工作 并曾于1997年至2005年 在由总统俱乐部支撑的私募股权巨头凯雷集团 担任合伙人 总之 他是一位优秀的商人 是史上最有钱的美联储主席 同时 鲍威尔在深化与国会议员间关系方面 比几乎任何前任美联储主席都还要努力 还定期与两党人士会面 总之 鲍威尔在政府工作和生意场上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同时还有法律背景 这个十分难得 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明年二月结束 但截至目前 鲍威尔逝去逝留人士未知数 今年鲍威尔做对了两件事情 令他得到了白宫的加持 首先 他为拜登的财政支出计划积极地保驾护航 拜登和他的经济顾问们对他印象良好 其次 美联储总部所在地和美财政部所在地之间的距离不远 心理距离更近 鲍威尔与财政部长 近三十年来 唯一未能连任的美联储主席 民主党人耶伦通力合作 他们的交流频率和融洽度 在央行财政部交往史上堪称典范 耶伦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 不过耶伦之前表态 表示完全支持报外连任 但是在这之后 也就是现在 拒绝表态 他是否会继续支持报外连任 表示这将完全取决于总统本人 根据美国法律 美联储主席的任命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总统提名 美联储主席的人选 需由再任总统向参议院提名 一般来说 总统会提议其熟悉的人士担任美联储主席 为何说这次市场开始紧张了 因为这次拜登的时间拖了太久了 从过去几次的提名时间 大部分是在10月至11月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说明拜登自己党派的问题没有搞定 第二步 无论拜登提名谁 都要经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审查 审查通过后 再由国会参议院进行表决批准 投票将以简单多数通过 如果不能得到通过 提名将被退还给总统 由总统重新考虑人选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 宣示就职 新任或续任的美联储主席 将于第二年的2月初宣示就职 按照这些程序走下来 必须抓紧时间了 那么为什么白宫迟迟未能正式 确认鲍威尔的连任提名呢 掣逐来自于民主党内 民主党激进左派 如伊丽莎白沃伦等议员 对鲍威尔任内 没有加强对银行的监管深表不满 民主党的进步主义阵营 对鲍威尔的连任一直没有表态 美联储主席的任命 需要在参议院通过 而民主党在参议院不能少一票 上面只是部分原因 从更深层次来看 主要问题在于民主党人 对鲍威尔的不信任 首先鲍威尔是一名共和党人 民主党总统拜登提名一个共和党人 为美联储主席 本身就会引发党内争议 鲍威尔的任期开始于四年前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为提名耶伦连任美联储主席 而是让鲍威尔接替他 现在拜登上台要继续留用川普选中的人 需要很好的理由 实际上 美联储主席这一局为的党派色彩非常弱 鲍威尔虽然是共和党籍 但是他曾公开表示 美联储主席的角色应当是无党派的 上一次民主党总统提名共和党人为美联储主席是2009年 当时奥巴马力主伯南克连任 主要因为后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展现了直升机撒钱的勇气 并致力于推动量化宽松 深得民主党的认可 在货币政策方面 鲍威尔被认为是一位中立偏歌派的人士 是个老好人 自2012年当选美联储理事后 鲍威尔总共参加了40多次投票 没有一次与美联储最终的决策相违背 2020年新冠疫情后 美联储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 但随着近期美国通胀抬升 鲍威尔对货币宽松的态度开始出现了摇摆 比如在9月的FOMC会议后 鲍威尔并未展现一贯以来的歌派态度 反而强调如果2022年通胀继续保持高位 可能会触发加息条件 让市场颇为意外 此外 历史上 鲍威尔在货币政策上曾经有过鹰牌倾向 这让民主党很不放心 鲍威尔曾鼓动 时任美联储主席博南克尽快退出货币宽松 之后自己就任美联储主席时 也力主加息 展现出了鹰派本色 最终美联储在2018年加息四次 并直接导致美股在当年第四季度大跌 可见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 鲍威尔似乎并不令人放心 考虑到2022年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 民主党为了保住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 在经济政策上 特别是股市上不容有失 对于货币政策 民主党希望能够相对宽松 因为任何货币紧缩都可能削弱经济增长的动能 不利于中期选举 报外的主要政兴对手 为现任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 布雷纳德女士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是2014年被当时的总统奥巴马任命的 拜登在白宫会见布雷纳德 对他进行了大概90分钟的面试 据说面试结果令拜登感到满意 布雷纳德的优势在于 首先他是一个民主党人 其次 他的货币政策立场比鲍威尔更鸽派 符合民主党中期选举的需要 第三 他是女性 能很好的体现民主党的包容性 第四 他在就业 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张 与民主党的理念更为契合 最后 他更加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福利 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 目前 布雷纳德领导着美联储的一些关键项目 负责金融稳定监控和支付 开发美国自己的数字货币 在金融监管方面 布雷纳德比鲍威尔更加强硬 布雷纳德对充分就业的重视程度远高于通胀 情愿容忍更高的通胀 我们之前所说的美联储目前模糊的平均通胀目标制 就是他的主张 布雷纳德和鲍威尔在多个问题上密切合作 两人的货币政策观点类似 统计数据表明 在鲍威尔每次发言之后 布雷纳德的态度都是表示支持和同意 美联储的决定对市场影响一直较大 但在今年的经济环境下 拜登的决定亦更加重大 从美联储9月的点阵图来看 当前赞成和反对2022年加息一次的官员比例为9比9 而鲍威尔本人大概率还在不赞成加息的官员之列 如果鲍威尔成功连任 态度转向 联储加息的概率将提高 但如果是布雷纳德接任 说明白宫希望看到更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布雷纳德也大概率会不负重托 坚持其重就业轻通胀的观点 届时美联储可能会给人留下一哥到底的印象 此外 布雷纳德对于银行资本 公平贷款 加密货币的监管 以及气候变化风险问题较为重视 如果接任 可能会得这些行业更加严厉 如果你持有这些行业的股票 或者是加密货币 那么需要小心一些了 布雷纳德本人在通胀方面的鸽派立场 可能刺激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所以当前情况下 拜登政府更大的可能性 是让布雷纳德担任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对于股市短期和中期的影响 对于市场而言 如果鲍威尔成功连任 这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风平浪静 有可能继续上涨 因为股市在鲍威尔的带领下 已经创下新高纪录 特别是对于一些投资者而言 希望保持现状 以确保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 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如果现在涨多权改变 有可能导致错误解读政策 从而增加波动性 但是之后 股市加速赶顶的概率变大 毕竟明年2月之后 对于主席的第二任期 很多人都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而如果出现黑天鹅 由布雷纳德接任 那么股市或许会大幅波动 债势可能暴跌 触发新的金融风暴 因为货币政策的确定性会降低 但是如果大家看明白了上面的逻辑 就会知道 后面的政策 其实是有利于美股的中期行情的 所以如果下跌 就是抄底的机会 这里把道理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至于如何发展 会不会出现投票不能得到通过的情况 这就不好说了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拜登的威信和执政能力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近期 拜登政府推进政策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 白宫不敢得罪 要求从严监管银行的党内基金派 也不愿意得罪可能被严厉监管的华尔街 另外还有一批议员 对鲍威尔无视通货膨胀 继续印钱的做法大感不满 他们也需要安抚 真的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无论如何 更认为鲍威尔会保住他的职位 温和的共和党人鲍威尔 在国会受到共和党议员的普遍支持 有利于促进跨党派合作 毕竟在经济衰退期间 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很重要 中途换马没什么意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也算是在周末给大家讲故事吧 视频发出的那一刻 说不定拜登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稿件是之前就完成的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 希望视频的内容 对您了解美联储有一定的帮助 每当股市动荡 都需要告诉自己 其实是好事情 让我们又有了一次好机会 以很低的价格 买入那些很优秀的公司的股票 因为即使是跌幅最大的那次股灾 股价最终也涨回来了 而且涨得更高 好了就这样吧 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